谢谢你 大家背这都很轻 透天错楼梯墙面出现大裂缝 一分为二 导致楼梯没了支撑力 只能拆掉中间悬空 要下楼困难重重 墙面裂到透光还透风 地板瓷砖也是裂一整排 住户胆战心惊 只敢睡一楼 除了他们 附近还有十多户 家里也出现大小裂痕 大家怀疑是附近建商盖房子 没做好施工防护 导致他们受波及 地基流失严重剧烈 我每天都不敢睡 你还在那里 我怕得出来了 我们怕得出来了 施法在云林斗南 遭指控了建商出面喊冤 他给我们进去看 但是他一直在拖 我们修缮的时间 建商强调有跟住户多次协商 虽然鉴定报告还没出炉 但已经协调赔偿二十万元 都没流去那边很爱白买 他说没利子危险 他说就是说有了有了 我只要求就是把家回复到原本安全的样子 朱虎遮风避雨二十多年的家 疑似因为附近盖房导致毁损 就怕台风地震害屋子坍塌 要是伤及人命可不是赔钱就能了事 记者廖文斌杨胜王世函云林采访报道 我是杨祥宇 白天坚守疫情新闻第一线 晚间我们一起掌握国内外大小事 重大新闻深入分析 突发讯息绝不漏接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